好久没煮鸭菌子了 今天在市场上突然发现这个鸭菌子不错 就买了这样回来 这个鸭菌子不仅新鲜 并且还带了很长的菌巴 这个就非常把势了 可以来个一菜两次 一个藤椒菌干 一个泡椒菌头 菌巴子清洗干净了 还要用刀划一点 把上面的链液挂下来 给下一道菜用 这道菜主要是煮藤椒菌花 把鸭菌子盖刀 先吃一封味 再切剥 用刀切出菌的板 这种煸过料 就泡椒味特别舒服 这道菜就不关了 菌子盖刀比较复杂一点 上菊花花刀 菌花刀好后 装入小碗中 投入姜片 葱段 刷上一点毛毛盐 料酒 一起抓鱼 腌制15分钟 准备辅料 大串切成蒜茄 被烧去的姜米 大葱切成小碗里 青红小米辣切成小圈圈 吃的辣的会多别点 再被烧去的葱花 香菜水 黄瓜切成后皮后切成厨丝 把准备好的姜薯蒜 投入小片中 倒上青红小米辣 芝芝藤椒酱来几勺 藤椒酱不会煮的 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弄个食品 点关注红米螺 撒上来葱花 香菜 把粮别开倒入盆中 调入盐 围巾 憋糖 一起搅拌均匀后备用 起锅 锅中加适量清水 投入姜片 葱花 葱端 料酒 蘸了少许的盐 等锅中水开了 就把牙菌子投入锅中 轻轻推匀 再大火烧着飞腾 煮3分钟 捞出炒好的食材 放置在水弄到下方 快速降温 以保证菌子的口感 把菌子投入锅盆中 浸泡3-5分钟 准备一个生盘 放上少许的黄瓜4点点 把泡好的菌花捞出来 投入锅盆中 淋上少许藤椒汁 烧加点准 美味几成 传统的川菜一般分为24种围形 而藤椒味 是仅仅天才兴起的一种味道 算是川菜的第25种围形 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吃光了传统的家常菜 再来的新鲜的 为常不是一种惊喜 不甘心 不讲究 拼单是真 咱不能习惯 我是厨子 下期见